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湾领导人与明代合并选举不是坏事 王永清二房杨娇病逝 逾80亿新台币遗产分于子孙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盼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晚上有我在福州和在台北演播室的驻台观察员张磊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张磊你好 韩哲你好 我是张磊在台北驻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晚上好 好的我们带您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3号下午全国政协11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幕会 全国政协主席贾沁林代表政协第11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贾沁林说 关于2011年工作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 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 将举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通过举办招待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版亲历辛亥革命纪念图书 拍摄电影文献电视片等活动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 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知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更加自觉的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 不断的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了采访报道 全国两会台湾各主流媒体纷纷派出了精锐采访队伍 台湾媒体首先关注的就是被他们称作还赴渔民的新政 也就是大陆计划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典的政策 今年两会的一个主轴就是要还赴渔民 于是从昨天开始他们通过了新奉税修正案 这也就是说要把个人所得税免税额的部分要再提高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为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有必要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 将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 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极次极具 1980年以来 大陆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共调整过两次 一次是2006年1月 免征额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 使得执行了25年的800元个税免征额正式走进了历史 第二次是2008年3月起 免征额又从1600元调整到2000元 目前人们讨论的免税起征点集中在3000元人民币 至于生活大陆这个重要的税务改革 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那肯定赞成了 赞成吧 赞成是吧 应该往上再提高一点 4000左右 怎么样的省1500到2000吧 免税额要上调到多少才合理 有民众认为 这个数字应该是3500甚至5000 最后的减税方案将在进一步讨论后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确认 除了税改新政 台湾媒体还突出强调了两会的民生幸福 十二五规划 纪念辛亥百年等话题 更有媒体分析认为 此次全国两会的基调是让幸福飞 未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 台湾多家媒体派出精锐赴北京采访 报章在两会开幕前便进行前瞻报道 关注的话题涉及民生福祉 两岸文化交流 经济合作等各个领域 大有聚焦两会之事 台湾联合报二号报道说 电影导演江文 让子弹飞的电影上演后 大陆开始出现 流行什么就要让什么飞的词 文章称 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三号在让幸福飞的基调中 拉开序幕 并预示透过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将主导今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录像 又由于这次两会的主要议程 是审议拍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是将引领出未来五年的发展新录像 专于两岸题材报道的旺报 三号当天发表社评指出 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大陆要如何在多重压力下 持续维持经济发展 关键重大 因此今年两会意义特殊 今天该报则聚焦报道了备受各界关注的一号提案 继农工党中央提出的 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文章认为 这显示城乡社保一体化 将会是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之一 也显示出大陆政府急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 好的 各位马上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我们一起来听听台湾的嘉宾 他们对今年的两会都有怎样的观察 张磊时间交给你 好的 韩哲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好 张磊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的两会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非常关注 那李先生以您的观察 他们关注的焦点有哪些 那么大家因为随着两岸交往越来越密切了 越来越密切了 台湾的民众 他对大陆的各种组织 各种机构 他的权能 功能 他就会兴趣越来越大 那么媒体 他为了要满足大家的了解 所以对两会 他在这个报道方面 跟过期来比 这次对报道比较广泛 也就比较深入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人慢慢都会注意大陆 建议两岸在交往的话 还有在大陆在进步中 因为进步的时代要不同 这个法律要以时推移 我是读法律的 对我们读法律来讲 有时候就看人大 有哪些法律 他会有一个通过 另外一个对台上来讲 就是说大陆 就是我们每五年一个经济计划 这就是十二五 以前的规划跟台湾好像是很陌生 现在大家台湾慢慢懂 这十二五这个计划中 台湾不管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能说分一杯羹 最起码这个计划 对台湾来讲 他会知道 他会知道 对台上来讲的话 他会知道 这十二五哪些东西 对我是有利的 还有哪些 对商人可能是这样看 另外一般的民众 就是看的话 他可能就说 上面看门道下面看热闹 所以就会变成说两会 不是他是看 他不看 有的是看政治 但有的是看社会 要看社会看什么呢 那比如说 好 刘翔他来不来 还有一个大陆的媒体 大陆现在媒体 记者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规规矩矩 在边上排队 那现在也会冲上去 就是说大陆 也越来越 他的媒体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开放 那另外就是说 慢慢就会觉得 好像就说 越来越亲近 是 可以说是前方位的 多角度的一种观察 对 更关注 那实际上还有 昨天的这个联合报 有分析 今年两会的基调 是让幸福飞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是什么 是最时髦 最尖端 所以就让飞 那就大家就觉得 十二五 中间就让幸福飞 那让幸福飞 为什么 其实在整个社会 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在经济开发的时候 其实它中间是两个过程 两个吃饱 第一个 吃的肚子要饱 第二个饱是保险的饱 因为吃饱是一餐 但是我心想说 我今天工作就有饭吃 我今天不会饿 但是有时候会感觉到 我能不能到老 还能吃饱 所以两岸在十二五 比较落实到 注意到民众的安全 民众的生存 民众的生计 民众的生活 在这个方面来讲 那么这样的话 不管是两岸 是台湾跟大陆 实际合作 或者台湾去吸取 大陆从中间所研究 发现到的问题 甚至它实践和所得的经验 我想这个是对台湾 就是说 不管各行各业 它是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感到不仅是 对大陆人民的幸福 台湾媒体 台湾人民是感同身受 而且其实这种幸福 两岸人民都会互相来分享 甚至可以互相合作 来扩大这种幸福 对 这个东西是一个相互相加的 相互相加 对 好 谢谢李先生 现在把时间还给福州的演播室 韩哲 好的 谢谢李建南先生 在台北演播室 为我们带来的点评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及民代选举 是否有可能合并举行呢 据国民党及民代转述 马英九三号 与兰英民代参序时表示 如果从节省开支 及选务人力 避免劳民伤财的角度来出发 合并并不是一件坏事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及民代选举 是否合并举行 据台湾媒体报道 马英九三号表示 如果从节省开支 及选务人力 避免劳民伤财的角度出发 合并不是坏事 但是否合并选举 要由台选举部门召开公听会 听取各党意见后 才会作出决定 对于谁来参选 2012 国民党的布局 仍以马英九为主角 对于第一难配角的人选 有媒体称 蓝营已取得共识 王金平将续任部分区民代 并留在台立法机构 马英九副手将在 肖万长和吴敦义两人之间产生 预计一切在六月 会有最后答案 而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 立耿贵方则表示 党内应该有协调机制 以和谐方式推出副手 不管在人望 德望和领导能力 都能让民众信服 马英九应该有自己的时间表 不宜太慢决定 相较蓝营的局势明朗 绿营至今仍是群雄逐鹿 日前公布的一份 民意调查报告显示 蔡英文在民进党内部 初选的民调上暂时领先 占45.26% 而台湾媒体对比 2月28号到3月1号期间 蓝绿营热门候选人的民意调查 结果发现在马英九 与苏贞昌的民调对比中 马英九仅能领先2% 而马英九与蔡英文的对比中 马英九却领先6% 民调显示 若由苏贞昌初选 绿营更具胜算 我们有看法 这个事情 很多都是没有经过 确认的团委 民进党发言人 郑文灿三号表示 民进党中央党部 预定在3月6号 邀及党内要决召开会议 商讨2012人选 蔡英文届时 也将做最后决定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名医 下节提示 王永庆二房羊娇病逝 逾80亿新台币遗产 分与子孙 香港学者首肯政府派发现金利民政策 称有助于市民抗通胀 好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谢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经营之神 台肃集团创办人 王永庆的二房羊娇 因败血症 引发肾衰竭于三号傍晚病逝 享年88岁 杨娇弥留之际 他的儿女 包括长子王文阳 女儿王雪红等五人 都随时在策 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王永庆二房 王文阳 王雪红的母亲杨娇 三号晚间因为败血症感染 病逝于长庚医院 享年88岁 据了解 王家五名子女当时都陪在母亲身旁 而杨娇最近一次露面 就是两年半前 王永庆的告别追思会 去年一月 杨娇还坐着轮椅 参加宝贝孙子王全人的婚礼 看起来精神不错 没想到八月份和女儿王雪红 在日本搭邮轮出游时 在前往韩国途中 突然因肠胃感染 引发败血症 后来搭专机回台湾就医 之后身体状况时好时坏 最后因为败血症 引发肾衰竭病逝 现在有所有电话都关机 会找时间去看他吗 会会会 长子王文阳连好友都联络不上 看得出对母亲过世的哀伤 据了解 葬礼由女儿王雪红主导 葬仪社与花店连夜布置灵堂 全都选用白色系的玫瑰与蝴蝶兰 非常高雅 至于八十亿元新台币的遗产 多数已直接过户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 但尚未就其名下遗产签订分割协议 好的 各位下面我们大量连线台北演播室 一起来了解 今天台湾的报纸都有哪些关注和报道 张磊 好了安哲 连连上涨居高不下的房价 是台湾的民怨之首 那么为了打击房价 马当局是祭出了奢侈税这个法宝 而且呢 这是马英九上台三年来 第一个要加税的条例 昨天呢 这个奢侈税的草案公布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奢侈税条例增加了炒地皮的条款 就是你持有空地不满两年 转手的话也要克税 那么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总结的更详细 住宅 商办 建地 店面 奢侈税都要克 只要你是两年之内转手的 那就要以实际成交价的15%来克税 所以呢 奢侈税的重点打击对象 就是炒房子 炒地皮的短期投机克 那对这样的一个奢侈税呢 台湾社会叫好的声音是非常多的 今天联合报说 防泡沫 再不打房 经济垮 台湾的银行业者都认为 如果你再不控制炒房的话 那么房价最终将泡沫化 那泡沫破裂的时候 就是银行体系受重创的时候 也是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 好 换个焦点 昨天凌晨 花莲的一个学生出租屋 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烧死了一位清寒 而且孝顺的学生 还有十几位学生轻重伤 那么出了这样的惨剧 当然要检讨原因 本身就非常的不安全 它不仅是用铁皮搭建的 这个违章建筑 而且呢 这个玻璃也是强化玻璃 是封死的 并且呢 周围还围了一圈铁丝网 整个就像一个监狱一样 怎么能拿来出租呢 今天中国时报也关注到 铁皮死窗蛇龙 竟然拿来租学生 现在这个当地的警方 要追究房东 涉嫌过失致死 以及危害公共危险 这些罪嫌 这些都是必须的 而这样的违章建筑 居然还会被 东华大学的校方网站 推荐为优良住宿 真是非常荒谬 那这也让人非常担心 那么今天联合报的头版 外宿安全 只有七校通过认证 台湾有30万的大学生 是在校外租屋的 那么174所的院校 只有七所通过了 这种外宿学生的安全认证 这个比例真是低的可怕 那本来学生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弱势 那么学校再不加强 对于这种校外出租屋的 安全监管 这样的学校 怎么能算是对学生负责呢 真的这样的悲剧 不要让他再继续上野了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 在台北影博士 带我们一起来关注了 台湾媒体今天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名医 下节提示 香港学者首肯政府 派发现金利民政策 称有助于市民抗通胀 防狗仔队骚扰 台湾艺人自编电话部密码 避免号码泄露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盖线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 向每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派发6000元港币的现金 香港经济学者普遍指出 直接派发现金给市民 对通胀影响轻微 但是市民却可以即时受贿 对低收入的家庭帮助最大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二号宣布对上周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做出修订 向每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派发6000元现金 就是你说一般人 6000元好像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穷 那些人真的6000元救命 应该会开心的 香港政府原先规划 把去年大赚的713亿港币 一部分拨进有强基金的民众户头 每人6000港币 民众抱怨这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逼得香港财政司不得不倾取民意 改预算案 新的方案出炉 改为现金回馈 发送18岁以上永久居民 每人现金6000元港币 出了预算案之后 就发觉到有一些措施 是得不到市民的认同 听得很清楚 现在社会上 也都有非常强烈的诉求 那我在平衡 不同的考虑之下 是作出这个决定 香港特区财政司大放送 另外民众75%的所得税 还可以退税 上限6000港币 6000元港币的现金 这位婆婆资源回收 只要减一年 这笔实时现金是救命钱 也有机会成为刺激经济的动力 年轻人买3C产品 老年人出国旅游 业者估算 现金大派发将带望香港市场 但是外界帮港府算一算 这6000元现金发了 再加上退税 港府年度预算得准备423亿港币 比一开始计划把钱拨到民众退休户头里 还要多支出183亿 扣除新年度估算的盈余 香港财政有可能从盈余变成赤字144亿 不过香港经济学者普遍指出 政府在庞大储备下还付于民 将储备中相当部分从政府口袋放进市民口袋 相信这样做对整体经济环境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好的更多新闻 我们来看一组显讯 吴宗宪和侯佩岑再度搭档主持新节目 两人昨天同时亮相 但吴宗宪对侯佩岑即将嫁为人妇 还是有话要说 不断开玩笑 对着侯佩岑说 不要轻言结婚 一人电话外流 往往后果难以料想 为了保密房碟 身旁的工作人员电话簿也搞怪群鱼称 爱吃车轮饼的周杰伦 电话显示就变成车轮饼 蔡英林则变成小公主 要让人捡到电话 也没办法成功盗取一人电话簿 一人大饼四度和毒品沾上边 抬检警进行项目搜查 意外在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毒贩家中发现大饼 大饼神情非常紧张 一看到警方直呼完了完了 但坚称在现场没有吸毒 警方则对他说 这次要怎么面对媒体 让大饼流下眼泪 导演李安的3D新片正在积极开拍中 其中一幕描述男主角在海上漂流过程当中 看到数百万只闪亮亮的浮游生物 录业后整片大海变得亮晶晶 李安和剧组人员到了墾丁看警 透过当地的潜水教练找到这动人景象 有一说是水母 但学者也认为可能是藻类 无论如何墾丁的美景将会随着李安的镜头越上国际 日前在新竹一家幼儿园 一名消防队员在演练时突然拿出玉藏的玫瑰花和戒指 想正在幼儿园上班的女友下跪求婚 让他又惊又喜 在40多个小朋友的鼓噪下和其他消防队员的协助下 这名理性消防队员总算顺利抱得美人归 两人预计在今年6月完成终身大事 好的各位下面我们要再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张磊你在台北今天还有观察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要告诉我们的吗 好的韩哲 明天台湾有两席民意代表要进行补选 一席在高雄一席在台南 虽然只有两席 但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倾尽了全力 国民党方面呢 他们内部评估这两席选情是比较艰困的 所以马英九王金平都下来助选 在民进党方面 党主席蔡英文也是亲自南下作证 还把中常会改到台南来召开 那么多个民进党的天王也下来浮选造势 那么究竟明天的开票结果会怎么样 国民党方面即使不能翻盘 但是至少不会输得那么难看 能够缩小这个差距 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韩哲 好的谢谢张磊来自台北演播室的报道 各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